春夏秋冬,你最喜欢哪个季节? 是喜欢春的珍奇豆艳,还是喜欢夏的郁郁葱葱? 是秋的风之萧瑟更让你迷恋,还是冬的银庄素果更让你着迷? 我真的觉得山西是一个人节地灵,特别适合居住的地方 它四季分明,夏天不至于太热,冬天又不至于太冷 你可以清晰地走过四季,感受大自然的这份馈赠 现在已经过了立冬节气了,这是冬天的第一个节气 算是正式的步入冬天了吧 在双降之后真的是漫山遍野的红叶 原来那些红叶现在都慢慢的变黄,都已经溃烂了 所以说叶子都在慢慢的脱落,看遍地的都是发黄的落叶 还记得有一句形容爱情很美的句子 叶子离开树是风的追求,还是树的不挽留 其实叶子离开树是因为树为了积蓄明年再生的营养 而分泌的一种脱落酸 东即中也,万物收藏也 只有现在积蓄力量,才能等待来年开花 人亦如此,所谓的运气不过是对日积月累潜藏的付出最后的奖励 而我们要做的只是慢慢的积蓄力量 不积魁步,无以值千里 不积小流,无以成江河